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立志 和三十五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相当腥风血雨的 在里面是说到雅角的儿子门 特别是西面和利美 为了要报妹妹被奸污的仇 竟然是将人家整个城里面的蓝丁全部杀死 其实是屠杀来的 这件事令到我们很痛心 而且是值得我们小心去警惕的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带一个战经的心来读这段经文 心里面想象的时候都觉得很可怕 原来人在怒气之中 人在自意之中 是可以这么凶残 是将人家整个城里面 很多都没关系的人都一起杀死 还觉得自己是做得很对的 主要帮助我们牵卑自己 我们在这里学到功课 特别在我们情绪要管理的时候 特别在我们的怒气要管理的时候 主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管理得好 求主自己给我们力量 我们等候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创世纪》第34章 提纳羽 里亚级雅角所生的女儿提纳出去 要看望那地的女子们 那地的族長 欺美人 哈没的儿子 是 gly守看见她 就拉住她 与她同寝 碱欲了她 事情的心 喜欢雅角的女儿 提纳 爱上这小女 甜言物与地安慰他 士剑对他父亲哈末说 求你为我拼这女孩为妻 雅各听见士剑 污辱了他的女儿抵纳 那时他的儿子们 正和生畜在田野 雅各就沉默 等他们回来 士剑的父亲哈末出来 到雅各那女儿 要和他讲话 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 就从田野回来 人人悲愤十分老老 因士剑在以色列中 做了丑事 与雅各的女儿同寻 这本事不该做的事 哈末和他们谈话说 我儿子士剑的心 喜欢你们家的女儿 请你们把她嫁给我的儿子 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 你们可以把你们家的女儿 嫁给我们 也可以娶我们家的女儿 你们与我们同住吧 这地都在你们面前 只管在这女儿居住 做买卖 自产业 事剑对女子的父亲和兄弟们说 愿你们看得起我 你们向我要什么 我必给你们 无论向我要多贵重的拼金和礼物 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 只要你们将这少女嫁给我 雅各的儿子们 因事剑污辱了他们的妹妹抵纳 就用诡诈的话 回答事剑和他父亲哈们 对他们说 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 把我们的妹妹架给 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 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耻 唯有一个条件 我们才答应你们 就算你们所有的男丁 都要受割礼 和我们一样 我们就把我们家的女儿 嫁给你们 也娶你们家的女儿 我们就与你们同住 大家成为一族人 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 我们就带我们家的女儿走了 这些话 在哈们和他儿子事件的眼中 看为美 那年轻人毫不迟然做这事 因为他爱上了雅各的女儿 他在他父亲家中 也是最受人尊重的 哈末和他儿子事件 到他们的城门口 对城女的人讲说 这些人对我们友善 不如允许他们 在这地居住做买卖 看啊 这地欢阔 足以容纳他们 我们可以娶他们家的女儿 也可以把我们家的女儿 嫁给他们 唯有一个条件 这些人才答应和我们同住 成为一族人 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 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 他们的生畜 财物和一切的生口 岂不都归给我们吗 只要答应他们 他们就与我们同住 财从城门出入的人 都听从了哈末和他儿子事件的话 于是财从城门出入的男丁 都受了割礼 到第三天 他们正疼痛的时候 雅各的两个儿子 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美 各拿刀剑 不动声色地来到城中 把所有的男丁都杀了 由用刀杀了哈末和他儿子事件 把底拿从事件家女带走 就离开了 雅各的儿子们 因为他们的妹妹受污辱 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 洗劫那城 夺走了他们的羊群 牛群和雷 以及成女和田间所有的 由妇老抢劫他们一切的财物 孩童 妇女 以及房屋中所有的 雅各对西面和利美说 你们连累了我 是我在这地的居民中 就是在奸男人 和比利洗人中坏了名声 我的人丁稀少 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 我和全家的人都要被灭绝 他们却说 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妹如同妓女呢 今天这一段宁收经文的重点第一个呢 就是关于尊严受损 当雅各的一个女儿被视剑 奸污之后呢 那些哥哥很生气 其实生气什么呢 是尊严受损 尊严受到伤害 他们都说这一件事对于我们家庭 是一个很大的声誉上的伤害 令到我们觉得很不开心 其实呢 主要就是觉得 这样是不被尊重 还有这样呢 是我们保护不力 作为一哥 怎样可以见到妹妹是这样呢 所以他非常生气 是一个尊严受损的表现来的 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在视剑这个年轻人身上了 他是错了步骤 一见到这个女孩很喜欢的时候呢 他忍不住自己心里面的欲念呢 他就将他奸污了 其实呢 他又真是有心娶她的 好像马上叫爸爸 你不如跟我提亲 我们一起去提亲 其实如果他认识了 才去提亲 然后才有关系 这样一件事情就不是这样了 只不过控制不了自己 不过他也有他承担的一面 就是不是就这样算数 不是当人家是妓女 不是当人家是一个不好的女孩 他是认真想去求亲 经过第三个重点呢 就是雅各 这么多个儿子呢 他们不知道是不是承计了 他爸爸呢 是很懂用计谋的DNA 所以他们呢 就叫视剑家人 我们其实呢 是不会给我们的妹 是嫁一个外族人的 除非你归化我们 怎么归化呢 就是你们全部接受割礼就可以了 接受割礼呢 就是今天男性的包皮手术 是有一段痛苦的 他们知道 持住他痛苦的时候 不是很方便的时候呢 就进到他的家 全家杀了 其实呢 是很凶残 还有好用计 而且那个计是毒计来的 那我见到呢 就确实是他们这样 这些兄弟做这件事情呢 是真的不好的 不过他们呢 是好适用计谋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有很多可以值得反思的地方 第一个呢 我是觉得雅各的儿子 特别是西面 和利味呢 他们是做得过分了了 虽然妹妹被奸污 心里面很生气 但是呢 他们用计来害人家 而且呢 把人家全家屠杀 抢了他的东西 那其实呢 是做得过分了的 而且对方都不是没有心的 所以他说 我真的想娶你女儿的 不过后来爸爸说 喂 你们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 那怎么办呢 而且呢 令到很多敌人的了 怎料他们还口硬 难道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妹妹 好像枪技那样吗 都好像有点理由 其实如果这样去用一个理由 去冲创住 其实不好的 有些事情做过分了 就做过分了 有时候要早点想 为什么会这么过分 是不可以这样做 其实可以 未必要屠杀的 可以是要求对方赔偿 你公开道歉 于是我拿回名分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而未必要做得这么过分 所以有时候呢 是要适可而止 怒气不等于 是可以做完任何事都对的 第二件反省的地方呢 就是 其实我不是想说事件对的 事件是错的 因为他呢 奸污了别人的妹妹 奸污了个女孩是不好的 不过他都很想能够和这个女孩一起 于是他真是叫爸爸自己一起去求亲的 所以其实他都有他承担的一面 那这一点我自己都觉得 其实有时候做错了事 我们都要承担 就不要退堂 就不要说是他引诱我 不要说什么 不要说什么 是啊 我做错了事 我就承担这个后果 我尝试去补救 怎么可以做得好呢 其实事件和他的家人 都有诚恳的一面 所以是值得我们学习 不过我再说 不是学习他做错了 是学习他们会补救 会承担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例 第三个反省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做事要想得长远一点 哇 好生怒之下 把人家全家人杀光 抢了所有东西回来 啊 啊 胜利了 这事出了气了 但是其实 可能得不尝失 想远一点 这样做完之后 啊 其实 我妹妹会不会很开心呢 可能妹妹也都相当逆核 没有解决 接着有很多敌人 接着自己变成一群很恶的家族 谁动我我就杀他全家 其实呢 连家庭的声誉都没有 本来是想维持自己家庭的声誉 在这个被羞辱之后 他不会就这样算数 但是反而他的动作过分呢 是令到自己声誉更加进一步受损 而且周围树敌 那妹妹也都未必开心 所以在这里呢 见到确实得不尝失 所以做行事为人呢 要份外小心 以免反应过分了 很多时候人之间的关系呢 都是反应过分了 小心反应不要过分 这集背众的金句是 雅各的儿子们 因事件污辱了他们的妹妹底拿 就用鬼诈的话 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末 创世纪三十四章十三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